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浩然同学制度的视频 这一讲我们要介绍的内容是 软件兼容性和虚拟机解决方案 我是张浩然 我是邮箱是浩然同学还是123的靠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一讲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你是否被下面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困扰过呢 第一个案例是新买了一台电脑 自带的系统是64位的操作系统 但是现在我现在的许多软件安装班 都是只能在32位的操作系统上才可以运行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卸载了新电脑自带的64位操作系统 感觉好亏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是有的 再看第二个案例 就是新买了一台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自带的是Mac操作系统 但是现在我现有的许多软件安装班 都是只可以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运行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卸载了苹果电脑自带的Mac系统的话 会感觉好亏 感觉就是苹果电脑白买了一样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也是有的 再看第三个案例 就是新买了一台 新买的电脑自带的办公软件是Office 2016 这是当前的最新版本 Office 2016 我目前用的还不是很熟练 我所在单位 它的电脑上呢 用的办公软件是 它的版本是Office 2010 在一些特殊场合呢 我甚至还需要使用Office 2003这个版本 例如我要安装老版本的Slide 2005 这个插件呢 就需要在Office 2003上面才可以正常运行 所以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呢 就是我要同时安装Office办公软件的三个版本 Office 2016 Office 2010 和Office 2003 可是这三个版本呢 它们有冲突 它们不可以同时安装 就是在一个操作系统里面呢 只能安装一个版本的办公软件Office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三个安利达 这三种情况 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一家介绍的知识来解决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虚拟机来解决 先来看一下虚拟机 它是它的概念 虚拟机 英文全称呢 是Watch Machine 虚拟机技术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在一台电脑上 通过软件 就是通过虚拟机软件 可以同时印象多个操作系统 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么上面新买的 新买电脑自带的自带的系统呢 我们可以称为主操作系统 就是例如我当前正在运行的这个系统 就是当前正在运行的这个系统 它可以称为主操作系统 在这个主操作系统上呢 可以安装一个虚拟软件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虚拟软件里面 建立多个子操作系统 每个子操作系统就像虚拟了一台电脑 你建多个的话 就像虚拟了多台电脑一样 通过选择合适的子操作系统呢 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前面 软件安装包的兼容性问题了 如果你要安装一个软件的 就是一个软件的不同版本 这几个版本之间有冲突 你也可以考虑建立多个子操作系统 然后每个子操作系统里面 按一个版本 按一个这个软件的版本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到我们上面 同时安装 Office办公软件的三个版本 这样的一个目的 同时呢 我们新版电脑和主操作系统 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 就是虚拟机技术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市面上的虚拟软件 我这里就是根据我的经验 列了这么几个吧 当然不是很全 如果大家主操作系统是Windows系统的话 一般可以考虑用Watchbox 或者用VMware Workstation 如果大家主操作系统是Mac系统 就是苹果电脑的话 一般可以考虑用Watchbox 或者是VMware Fusion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虚拟机软件 大家也可以上网搜索 搜索或者购买等等 再讲我们要介绍的呢 就是Watchbox这个虚拟机软件 要解决的问题呢 解决一个具体问题 就是在一台电脑上 一台Windows电脑上 同时安装Office200和Office2003 从而使得老版本的3slide2005可以使用 目前我用的电脑 就是已经安装了Office200 但是现在我想再安装一个Office2003 然后在2003上面 把这个插件3slide2005 给安装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套就是所用的电脑配置和一些相关资源 用的主操作系统是Windows7系统 它自带的是Office2010办公软件 我们来回到桌面看一下 在计算机这个图标上点右键 点属性 这里可以看到Windows版本是Windows7旗舰版 用的办公软的Office呢 我们来点开始按钮点所有程序 在这里面找到Microsoft Office单机看一下 这里装的版本是Office2010 这里有PonPon2010 等等 现在呢 我要画实义图 要用到一个3slide2005 这个软件或者插件 这个插件呢 目前在Office2010上 Office2010上 没法正常运行 也无法正常运行 让我很脱腾 我目前主操作系统 已经安装了这个3slide2005 我们点开始按钮 所有程序 在这里面找到3slide 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安装了这个3slide 这个插件 但是它没法正常运行 我可以剪开Microsoft Office 找到PonPon2010 单机 打开PonPonPon2010 可以发现在工程区 或者在插件栏里面呢 没有找到3slide对应的 对应的它的工具链 所以就是3slide200 无法在Office200上正常运行 现在我的思路呢 就是想多安装一个Office2003办公软件 因为我文献查到3slide2005 可以在Office2003上运行 现在就是想多装一个 单位的一个Office 但是Office2003和Office2010 没法同时安装到 我当前的这个主操作系统中 所以我就考虑着用虚拟机再安装一个XV系统 方法就是所需要的资源呢 就有下面两种 第一个就是虚拟软件 Watchbox 5.2.0 以及一个三身补丁包 前面这个是基础 基础软件包 后面是获展补丁包 这两个软件呢 都可以从网上获得 大家可以百度搜一下 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获取方法 大家可以打开 组合引擎百度 我们搜索Virtual 这里稍微卡顿了一下 稍微等一下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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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呢 就是Virtual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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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它 打开 打开 这是 CNW.Watchbox.org 这是Watchbox的官网 我们点左边有一个download 找着这个download 单击它 这个打开下载界面 这一边呢 我们需要下载其中的两个 一个是基础安装包 就是这里Watchbox 5.2.0 上面这一组是基础安装包 有Windows host 多点 多点的一个 这里有Windows host 还有OS X host Linux host 等等 还有其他的一些版本等等 我们就选择 因为当前操作系统是Windows 我们点击这个 Windows host 这里可以下载 基础安装包 下面有一个 Watchbox 一个stention pack 这里可以下载 扩展安装包 最终下载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 一个Watchbox 5.2.0 和一个stention pack 我点开 回到桌面上 这是我下载好的 这两个键 安装的时候呢 是先安装 这个基础安装包 Watchbox 先安装前面的基础安装包 再安装后面的普通包 就是扩展包 先安装 这一个基础包 再安装后面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扩展包 安装好之后呢 就回到桌面上 就是桌面上这个图标锁 就是这个我已经安装好的软件 我跳过到中间的安装过程 都是按点下一步 点下一步 等等 中间有几个设置 设置设计 就是硬盘的容量和内存等等 那些步骤 我们后面都用这个PDF 具体的步骤都已经列到这个PDF里面了 我们后面的这总共是7页 后面6页都是具体的安装步骤 先介绍一下收音的配置 接下来再看一下紫操作系统 紫操作系统 我这里最终安装的 要安装的是XP Windows XP系统 因为要安装系统 所以需要它的系统盘 就是Windows XP系统的系统盘 我这里就是用的是ISO格式的系统安装包 最终要在这个紫操作系统上 安装Office2003办公软件 在这个Office2003办公软件上面 再安装它的差价 34slides2005 就可以正常运行34slides2005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就是实现的效果 哪样 这里我们在PowerPoint的2010里面 是很无法使用34slides2005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在虚拟机里面来使用34slides 我先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关掉 双击打开这个Watchbox虚拟机软件 这里我已经一线安装好的老板软件专用的XP系统 可以双击运行这一线安装好的虚拟电脑系统 双击运行双击启动或者点上软的启动都可以 它就可以坦入一个新的窗口 这个新的窗口呢 就相当于一个虚拟电脑的一个启动 启动过程 现在正处于WindowsXP的启动过程 好的 等待这个虚拟虚拟系统系统完毕 好的 现在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这个 软 Watchbox这个软件里面 内置的就是新建的一个虚拟系统 虚拟子系统 只操作系统 或者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统的信息 这个系统呢就是目前是XP系统 我们点右键 在我的电脑上点右键点数项 可以看到这里是WindowsXP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已经安装好了Office2003 点 这里面可以看到Excel2003 和Word2003 这里面我们就点开双击桌面上的PornPorn2003 这是快捷方式 打开PornPorn2003 所以我这个电脑上呢 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三slides也都安装好了 这里在所有程序 开始台单所有程序里面呢 可以看到三slides已经安装上面 已经安装上去了 这时候在如果运行PornPorn2003的话 就可以看到三slides一个专有的一个工具栏 我可以在这里就通过这个工具栏 来使用三slides里面一些 现有的一些示意图的素材 来稍微演示一下三slides它的一个使用 新建一张空白的一个PT 稍微把图调大一些 这里点Command Shapes 随便挑几个这些雕用吧 点Insert 点Command Shapes 点GNAR 这里还有好多类型 在Insert 当然以后边还有一些更复杂的 我们来多个多是多是几个 这个点一下 等等 嗯 再看一下Signal Seal Cycle 这个比较复杂 更复杂 这么多一张图上有好多结构 这个时候它直接新建了这样一个 新建了一张幻灯片 这里面列了多个结构 你可以在现有的这个结构上进行修改 你可以直接调用它的这个结构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 每个每个字文件央里面都有好多素材 这样就可以省去你自己画的一个 就是省去很多操作 直接调用现有的素材 就是三slides这个软件的这个插件的一个优点 它呢需要接触于就是我当前用的是三slides2.05 它需要接触于office2003 TOMPON2003来应用 这是我们最终最终的一个结果 最终所实验的要实验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样一个实现的过程 就是首先呢 我是在这边 我是在Windows7 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上 安装了一个软件 叫Oracle VM VirtualBox 安装了这样一个软件 安装这个软件之后呢 我又在这个软件里面 安装了这样一个 老板软件专业的一个XP系统 然后启动在这个软件里面 启动这个虚拟系统 虚拟的操作系统 就如我这里 这个窗口所示 在这个虚拟的XP系统里面呢 我又安装了Office2003 这里面包括Excel2003 Word2003 和PornPorn2003 最后我又在这个PornPorn2003里面 安装了一个插件 三slides这个插件 它也是在这个开始菜单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三slides 一个安装的一个文件夹 最终呢就可以实现三slides 使用三slides 这样一个比较老版本的一个插件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实现的还是 安装这个过程呢 还是时间比较长的 所以这里我整理了一个 整理了一个PDF 就是虚拟机解决方案 它的一个就是一个安装的一个过程 下面下面总共有七 第一页我们以前介绍过 就是这个 这一页那种 后边这六页呢 都是虚拟机的一个安装步骤 以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 大家可以参考 因为后面安装过程比较长 大家如果是到这一步 可以直接来阅读这个PDF 来完成后面的安装过程 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也可以跟着我们后面要录的视频 来完成这个安装步骤 完成这个安装操作 可能会耗费比较长的时间 中间呢我会暂停录制 来加速一下中间的一些安装步骤 到现在呢 我们就来演示一下下面的这几个安装步骤 这里呢就把当前的这个操作系统关闭 关闭这个虚拟机的方式呢 就跟关闭XPIN系统是差不多的 点开始按钮 点关闭G3D点关闭 这样就是回到温度XP系统 它的关机的一个界面 关机完毕之后呢 就可以回到这个 RFVM Watchbox这个软件的里边 现在这是我提前已经安装好的这样一个系统 我现在把它删掉 删除所有文件 把这个系统删掉 好现在呢 我要就是从头来演示一下如何安装这个虚拟机 走到 先按到这个PDF的第二页 这个PDF我倒是会和这个视频 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下载这个PDF 当然 也可以 可以 语言特上呢 我会把这个PDF做成推文形式 放到微信上 也可以 直接看微信推文 就可以按照下面这个步骤来安装虚拟机 这是第一步 如何从官网下载 以及如何双击安装 安装成功后呢 就是我们桌面上锁实的这个快捷方式 它会在桌面上进键一个快捷方式 我们双击打开这个 Oracle DM Watchbox 软件 它的运行界面就是如这里所示 好的 接下来我们从第2步开始 从第2步开始来介绍一下 就是如何建立一个虚拟电脑 并安装一个简单性比较高的 Windows XP系统 这一个 就是老版本的一个操作系统 2.1呢 就是第2步的第2步的第1个小步 是打开微信关于软件 点击新件 类型选择Windows 然后版本选择 还有一个32位 拧生随 拧生随 拧生随一起 来演示一下 打开这个软件 我们已经打开了 点新件 这里呢 类型选择Microsoft Windows 它这里面还有支持一些其他类型 Linux Solar 还有Mac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机系统 还有一些 版本 下面第3个版本 版本呢 我们选择32位 32位的操作系统 在上面找到 X系统32位 因为这个32位的X系统兼容性是比较高的 我们选择它 名称呢 我们就随意起 我们就起 老板软件专用X系统 老板软件专用X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我认为兼容性是比较高的 其次呢 是一个32位的一个温期系统 下面还有一个32位的温期系统 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安装这个 我觉得这里就演示按钢 32位的X系统 下一步 这里要给这个虚拟电脑设置内存 这里呢我就设置1024M1024M1024M 就是相当于心理电脑也需要有一个内存的 这个数值呢 一般要小于你当前电脑的 就是实际的内存 内存条的那个大小 一般比你的一半要小一些 因为当前系统也要吃一点内存 所以这里数值呢 我们就设置 我当前电脑是四个G内存 我设置分出一个G来做 用作这个虚拟电脑的内存 点下一步 下一步是要去建虚拟硬盘 因为虚拟电脑也需要有一个 也需要有一定容量来存统 就是建了一个虚拟硬盘 那么这里点击现在创建虚拟硬盘 点创建 三种硬盘格式 这里我推荐大家就用 第一个格式就行 用它默认这个VDI格式 它是Watchbox的四盘映像文件 如果大家同时安装了一些其他的虚拟 其他虚拟软件 比如说VM 就是Workstation 就是其他虚拟 虚拟机软件的话 可以考虑下面这两种格式 如果大家装的是Watchbox 就用它的默认的这个格式就行 Watchbox的四盘映像文件 可以点开专家模式 我们把这里调一下 四盘的大小呢 我们可以调成 这里10个G 基本上就够了 为了解 大家硬盘大的话 你可以多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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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个G 如果大家硬盘小一些的话 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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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设计计设计 或是非精简板的安装包是700个兆左右 解压完成之后应该会在一个G左右 所以你安装5个G以上肯定是够用的 如果大家是装的是温器系统 那你就需要调的更大一点 温器系统它的软件包解压完之后可能能到2个G吧 当然如果是系统比较完整的温器系统 它单单安装包就可能有3个G以上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安装一些更新版本的系统 紫槽系统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磁盘空间 虚拟硬盘空间设计更大一点 我这里就用10个G 这里选的方式呢 一个是动态分配 第二个是固定大小 固定大小应该来说是运行的时候会更快一些 动态分配的话 它是可以节约磁盘空间 但是它是运行的时候会稍微慢一些 我们就选择固定大小 点压创建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慢的 就暂停录制一下 等它这个进度条做完 好的 现在这个进度条已经快已经走完了 走完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里就多了一个我们新建的一个虚拟系统 我们可以在上面点右键看一下它里面的设置 它的名称呢 就是瓦瓦系统专业X系统 这里面有它的类型 Microsoft Windows 还有一些版本 XG32位 跟我们前面设置的是一样的 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包括显示 显示 这里内存 如果大家后期需要更改的话 也都可以在这里更改 包括用一些功能面颊等等 点OK 我们来完成 现在呢 这个操作系统它只是一个裸机 就是为什么说是一个裸机呢 就是它相当于就是买了台电脑 但这个电脑里面没有装任何的操作系统 就是只有一些硬盘内存CPU等等这些硬件 软件还没装上 现在我们就需要给这个操作系统装软件 就是我们这里Stairware所做的这一步 我现在看已经走到哪了 我们这里已经新建了这样一个虚拟电脑 并且在这个虚拟电脑给它设置了一些瓷板类型 以及就是设置了内存和硬盘等等 现在我们走到这一步 这一步已经算是有了一台虚拟电脑 裸机每操作系统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关键的一步 也是最费时间的一步 就是给这个虚拟电脑安装 Windows X3操作系统 如果大家有这个电脑装系统经验的话 就是可能会对这一步比较熟悉 方法呢就是打开我们的Voucherboard软件 双击我们刚刚新建的虚拟电脑 就可以启动 启动这个虚拟电脑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呢 它会弹出一个选择系统盘的提示 以下图措施 我们需要用一个ISO格式的Windows X3安装包 或者系统盘 就是X3的系统盘 我这里是直接做成ISO格式的一个系统盘 这个文件呢是比较大 一般来说X3就是700多兆的一个系统 我这里用了一个精简的一个安装包 200多兆的 大家其实可以找一些相关资源 或者购买一下正版的X3安装盘 来看一下 所需的资源 我回到桌面上 所需资源里面 简单所需资源里面 找到这个ISO3 第二部要用的一个资源 就是Windows X3系统安装包 我用的是一个ISO 这个ISO 它是一个ISO格式的一个安装盘 回到这个Oracle Watchbox这个软件里面 虚拟软件里面 现在呢 我们就要运行这个虚拟电脑 给它安系统 MXP系统 我们单击它 减一下启动 就可以启动这样一个虚拟电脑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呢 它会弹出这个小软件的启动盘 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就是Windows XP它的一个系统盘 ISO格式的这个系统盘 载入进来 它是在桌面上 我们点这个文件夹 Oh sorry 它弹出了一些错误 我这里 我重新打开一下这个软件吧 因为第一次安装它出了一点问题 我这里试一下 以管理管理员身份运行 给它的权限高一点 看看会不会少出错 同时把设置里面 把一些设置观的第一点 这里都是金用 共享文件夹也金用 OK 把这里重新启动一下 希望这次不会出错 因为这个软件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系统 它是就是很多工厂都是包括在后面的补丁包 都是 好的 我找到这个桌 所需资源 在这里面找到 找到这个ISO格式的文件 把它打开 让这次点一下启动 现在呢 就相当于给这个虚拟电脑装系统 这是Windows Setup 就是系统 就是用系统盘给虚拟电脑装X系统 它的一个安装步骤 这几个步骤还是比较长的 我们稍微中间一会会暂停一下 在中间比较等待 等待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会暂停一下 这里还是正常 正常是Enter和提示下面 Enter是安装 然后是C式的创建分区 我们直接点回车键就可以安装 它是用 提示用格式化 我们选择一个快的 用NTFS格式 格式化磁板分区 点按回车 接下来就是读一个进度条 现在正在执行格式化 就是常规的系统 系统安装程序 就是Windows XP Profigure安装程序 这里我就不暂停了 大家如果觉得这一段费时间的话 就可以拖动视频的镜头条 直接跳过 直接跳到后边 这个Windows安装系统 安装好的这个状态 我这里就不暂停录制了 等他安装程序复制完 后边就是自动重启 正在重新启动 现在就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之后 又进入一个比较等的时间 比较长的时间段 我们可以考虑暂停 现在就是loading界面 好的 这一步就是安装过程 这一步就是安装过程 就是这一段等的时间比较长 我一会暂停录制一下 切到这个PDF来看一下走到哪一步 当前就是走到这个Windows 3SP的安装过程 这一步等的比较慢长 我们可以到这一步暂停一下 我把它切到这个界面 好的 我暂停录制 加速一下 好的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现在是已经 那个系统 已经安装上了 现在进入了重启之后的一个状态 重启之后就可以进入 重启之后就可以进入XP系统 我可以设置一下它里面的方案 把主题设置成Windows4经验 分辨率也可以调一下 这里分辨率是比较小 我们调成800x200 所以让这个界面稍微大一点 确定 我把它放到稍微靠正中间位置 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虚拟机里面安装 这个Type系统 现在它显示正在运行 就是我们这个虚拟机正在运行 虚拟机就是如这个窗口所示 这里是用的是XP系统 Ii系统可以从小看 是节点 中边上我的电脑点右点点属性 这里面可以看到是XP系统 这里我直接把这个自动光线关掉 到这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XP系统里面 就是安装一些其他的软件 现在呢 是这个系统是空的 这里面是就是 就是相当于一个空白的一个电脑 现在里面不包 没有我们的软件安装包 所以现在这一步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软件安装包 导入到这个虚拟电脑上面 怎么导入呢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先回到这个 主操作系统 回到主操作系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所需资源里面 所谓资源里面第三个 就是一些老的软件安装包 这是我们所需的第三个字眼 现在我们有两个 两个软件安装包 比如说 Office2003 比如说 三slice2005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两个 这两个软件安装包呢 从这个主操作系统 从这个温机操作系统 拷贝到我们的 这样一个主操作系统 就是这样一个XP系统里面 就是虚拟的一个操作系统里面 怎么来拷贝呢 有四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哪四种 我们回到这个pdf来看一下 这个安装增填功能 这个大家可以可想 大家如果是 这部可以挑过 大家可以点一下上面这个菜单 安装一下 菜单设备安装增填功能 这部我们就挑过了 不是很重要 菜单设备安装增填功能 这里可以安装一些 可以使这个虚拟机 更完善的一些功能 大家可以点一下 来看一下 如何将一些文件 导入到虚拟机系统里面 就是将软件挖掌文件 从主操作系统 导入到虚拟XP系统里面 方式有四个 第一个是通过共享文件夹 第二个是通过共享剪贴板 第三个是使用U盘 第四个是使用网盘 来看一下这几个功能都在哪 这是当下虚拟机的一个XP系统 点设备里面 可以看到有共享文件夹 这里可以设置 可以共享剪辑板 也可以设置 当然也可以用USB调一下 你插的U盘 但是这几个功能 共享文件夹 共享剪贴板 粘贴板 和USB 都是在你安装的增强功能 安装了扩展功能之后 如果是都成功安装的话 它可以运行 如果是安装失败的话 前三个功能 有可能是安装的不是很完全 有可能是没法正常使用 这个时候我推荐大家用第四个方法 就是使用网盘的这种方式 它使用网盘的方式 是从主操作系统 稍微演示一下 就是将这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 然后导入到 导入到网盘里面 就是从主操作系统里面 导入到网盘里面 打开百个网盘 稍微等一下它启动过什么 我这里就新建一个文件夹 命名成中转带 中转 系统就是 系统先中转 在这个摆托网盘 大家可以下载安装一个 在这里面 就是先在主操作系统里面 要看到虚拟系统里面的文件 先把它上传到摆托网盘 我这里直接拖动 拖动上传到我的摆托网盘里面 好的,看一下传输列表 传输完成之后 我们再到这个虚拟软件里面 先按照虚拟 这里面也是要下载安装一个摆托网盘 我这里直接打开摆托网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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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还弄一个白的网盘 可以看到它这个虚拟软件里面是可以上网的 是因为你的虚拟功能里面安在一些网卡的功能 把这些网页的关掉 安装 这里我就先暂停 我要出密码 我就暂停敲过一下 现在已经登陆百度网盘完毕 就可以从网盘里面把我们的资源调用过来就可以了 这两个文件拖到桌面上 下载 下载过程也是比较长 我们可以等它一下 我这里暂停敲过 现在已经从网盘下载到了虚拟电脑上 把这个百度网盘关闭 我们已经下载到桌面 一个分别是两个安装包 一个是Office 2003 那个是3 Slides 2.6 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分别双击的两个软软件安装包 在这个Type ID的系统上安装这两个软件就可以了 先安装Office 2003 再安装3 Slides 2005 后面的效果呢 就如我们前面所示的那一个最终的效果 好的 到这里我们就演示完毕 这里呢 就是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步骤 就是推荐用网盘方式 重逐操作系统 向虚拟操作系统拷购文件 最后呢 就分别双路机软件安装包 来安装Office 2003和3 Slides 2005 最后就可以成功使用3 Slides 2005了 最后说一下就是关闭 就是如果关闭这个虚拟机 关闭方法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点开始安装 点关闭机上机 就可以再点压关闭 就会正常推出 好的 正常推出之后呢 我们这里就显示已关闭 这就是虚拟机 虚拟软件Wogbox 以及它虚拟的系统的使用方法 好的 大家如果需要更多的资料呢 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天主扫地生 就是也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直接访问我的新浪微博 可以百度搜索天主扫地生 这是我的这个微博名字 微博ID 再访问就是我的一个微博主件 如果大家需要观看在线视频的话 可以去优库网搜索哈尔农邪 就是我的那个优库ID 或者点击这个链接 都可以观看一些我录制的在线视频 大家如果需要全套资料的话 也可以就是购买科研四部牛盘 可以从丁线源或者淘宝网的这两个链接来购买 淘宝网的话直接搜索电谱号 6610-6869就可以看到我的店铺 欢迎大家支持 电线源的话 单击这个链接 前面输一下就是35163778.htm 把这链接复制到地址栏就可以访问 下面是科研四部牛盘 它的一个外观 以及左边是一个扫码 可以直接进入我的淘宝店 谢谢大家